欢迎回到大秦小鱼深挖人性善恶 下面开始今天的精彩内容 1951年2月 第十九兵团司令杨德志接到命令 从山东衍州北上入朝作战 军情就是命令 为了尽快赶到战场 杨德志下令 无论停靠任何站点 都只做简单修整 而不通知地方接待 杨德志的军列一路风尘仆仆 终于到了天津站 坐在闷贯车里的官兵们纷纷下来喘口气 没一会儿时间到了 部队准备继续启程 可是警卫员急匆匆地向杨德志汇报 前方有人拦截军列 杨德志顿时怒火中烧 质问是谁这么大胆子 杨德志的脾气跟彭老总一样火爆 到底是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拦着不让杨德志走的 不是别人 正是天津市委书记 黄敬 司令员 让我们打回去 为战友们报仇 1938年9月 八路军总司令 朱德队即将东进 开辟纪鲁域边区的杨德志说道 你们去的这一片属于纪鲁域三省边区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呀 著名的成仆之之战 楚汉相争 关渡之战 朱仙镇破金 以及唐末的皇朝农民起义都发生在这里 如今 这里对确保太行山 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 扼住日军南下和西晋的势头 起着很大作用 所以无论如何要将此地 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 杨德志带着朱老总的阴阴嘱托 和一百多官兵 翻过太行山 穿过平汉铁路 与先期到达的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九团会合 在杨德志的运筹帷幄下 纪鲁域边区很快成立 并在1939年发展到了1.7万人 日寇自然不会坐视八路军发展壮大 1941年4月中旬 一万多日伪军骑着大马 坐着装甲车气势汹汹的 朝济鲁域边区铺来 杨德志趁着夜色 带领部队在敌人之间来回穿插 终于到了泛县西北的官城 杨德志刚喘口气 四团政委孙仁道就跑来报告 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四团二营 在与近百倍的伪军的合击中经过反复冲杀 只有五连的部分同志突出来了六七两个连的名同志 全部壮烈牺牲 说着说着 孙仁道落下了眼泪 他用近乎嘶哑的声音 对杨德志喊道 司令员 让我们打回去 为战友们报仇吧 杨德志强压怒火 安慰道 回去告诉大家 要很好地向六连和七连学习 要化悲痛为力量 杨德志仔细分析了战场形势 决定绕开敌人主力 一个一个地拔除日军老窝 在纪鲁域边区 杨德志一边要跟日军缠斗 一边还要提防石友三 丁树本 高树勋这些国民党玩军打黑枪 生存状况极为不易 当然 杨德志是心怀民族大义的 在大是大非面前 总能做出正确选择 1941年 纪鲁域平原 爆发了严重的旱灾 部队闹起了粮荒 可高树勋竟然趁机 劫走了八路军的粮草 杨德志率不讨要 高树勋非但不给 还刀兵相向 一番激烈的战斗之后 高树勋只能乖乖地物归原主 不久后 日军调集数千人马 围剿高树勋 一仗下来 高树勋损失了五千多人 正当高树勋走投无路之际 杨德志带着两个旅神冰天 降替他解围 杨德志不念旧恶 以得抱怨 让高树勋很感动 临别时 他对杨德志说 八路军对我仁至义尽 从今以后 我决不和八路军打仗 请杨司令员相信我 后来 在解放战争的邯郸战役中 高树勋终于率不起义 回到人民的怀抱 刚化解了与国民党完军的矛盾 1942年 日军又对纪鲁域边区 展开了铁壁河围 日本鬼子 以河南省范县丹唐村为中心 设下了30公里半径的包围圈 此时 灾情还在蔓延 日军的扫荡 无异于雪上加霜 杨德志紧急指挥军区领导机关 向外线转移 经过18天的浴血奋战 终于成功突围 杨德志 咱们要多打几个胜仗 用实际行动支援延安 1943年 黄敬出任纪鲁域区党委书记 兼军区政委 跟杨德志成了搭档 纪鲁域边区的灾情并没有缓解 于是 杨德志跟黄敬讨论起了生产自救问题 黄敬向杨德志 详细讲述了 集中党组织和军队 领导人民群众 办救灾合作社的事迹 杨德志受到点拨豁然开朗 高兴地说道 办合作社 这个方法好 灾民有了组织 就不会外逃 社会秩序就可以稳定下来了 在一系列的群众工作之后 灾民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在纪鲁域边区涌现 纺织、运输、打井、晒岩 各种类型应有尽有 杨德志和黄敬还结合实际情况 在当地开展减租减西 反贪污、反汉奸、改造村政、全等运动 让灾民合作社得到巩固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灾民的生活有了质的改善 百姓们齐声称赞道 这会儿 俺们再也不逃荒要饭了 共产党、八路军把死路变成活路 俺们得救了 1943年6月 亡我之心不死的蒋介石再次发起反共 毛主席发文质问国民党 朱老总也给老蒋发了抗议电 黄敬拿着毛主席的文章问杨德志 全国都动起来了 我们怎么办 杨德志仔细看完后 回答道 我的意见是一个字 打 咱们要多打几个胜仗 用实际行动支援延安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杨德志 黄敬配合默契 从7月上旬开始 对日军发起反击 杨德志所部 曾在三天之内 拔除了日军92个据点和碉堡 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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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余日 伪军 7月下旬 杨德志开始对李仙周等国民党完军发起反击 杨德志 黄敬 率军东出 集中三个分区 六个主力团和各游击队 民兵的力量 在山东曹县与李仙周开战 经过32天的激战 我军共兼敌5900多人 彻底粉碎了李仙周对纪鲁域抗日根据地的残 实际化 反击了丸军 又开始跟日寇血战 1943年10月 日军集结三万人马 发起秋季大扫荡 在纪鲁域平原上拉起铁丝网 准备将八路军困在此地 杨德志 黄敬 以滔心 升东击西等多种战术相结合的方式 打破了日军的围剿 1944年 杨德志接到命令 离开纪鲁域边区 到延安保卫毛主席 保卫党中央 杨德志在这片土地上战斗了五年零三个月 跟患难与共 血肉相连的战友们和父老相亲 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跟黄敬告别时 一向刚毅的杨德志真情流露 我是不愿离开同志们的 但又不能不离开大家 自此 杨德志与纪鲁域平原分别 也结束了与黄敬的搭档 彭老总 美国若是打进中国 莫说黄敬的大虾 我们很多东西都会没有的 1950年末 北京 朱德对杨德志说道 老鹏指名点 将要你们十九兵团 他这个人你们了解 从不向中央提什么困难和要求 但他提到了你们十九兵团 所以主席 总理同志 要我找你们谈一谈 兵者百岁不一用 然不可一日望也 中国这句老话 你们也知道的 杨德志奉命回到山东 将第十九兵团 集结在衍州 藤岳一带 随时准备开拔 1951年2月 仗终于轮到杨德志 和他的第十九兵团了 杨德志不敢怠慢 立刻率兵乘坐火车北上 入朝参战 为了节省时间 杨德志特地下令 火车惊停各大城市时 只让部队简单休整 而不通知地方 可是到了天津 杨德志却走不了了 杨德志率队休息了半个多小时 刚准备发动火车 警卫员却报告 有人在前面拦了下来 杨德志发了脾气 刚准备让人强行开路 一张熟悉的面孔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拦截军列的 正是杨德志的老搭档 黄静 黄静是天津市委书记 听说老战友从这里经过 当然要过来见一面 黄静也知道 杨德志军务在身 所以开完会就带着领导班子 往火车站赶 还叮嘱工作人员 一定要让杨德志等等 所以才发生了拦截军列的一幕 黄静跟杨德志续了续旧 临别时 他掏出一大包东西给杨德志 说是一些天津土特产 让他给彭德怀带去 黄静说 还记得那年彭老总到纪鲁豫 给我们银子的事吗 那可是救了我们一命呀 杨德志说 记得记得 那怎么能忘呢 杨德志入朝后 一直想着什么时候 能跟彭德怀见一面 结果刚到朝鲜第七天 十九兵团就突然接到制司的通知 说彭总司令要来看望大家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 彭德怀突然离开西安 杨德志已经半年没有见他了 想到要跟老首长见面 心情一场激动 杨德志一面交代作战部门准备汇报的材料 一面问作战科副科长于震 天津黄敬同志给彭总带的什么宝贝 你们保存的怎么样 于震说 是些大虾和海物 亏得朝鲜天冷 要不黄敬书记这个任务 我们还完不成了呢 兵团参谋长郑维山 大手一摆 拿出来做了 招待彭总 我们供他的产吗 彭德怀到十九兵团后 先听官兵们做了汇报 又去基层连队看望了战事 此时已经到了晌午 杨德志赶忙招呼吃饭 彭德怀说道 吃饭 吃饭 我还真有点饿了 吃完饭还得赶路呢 午饭很简单 就是些大米粥 开了几个罐头 炒了几个干菜 唯一的鲜菜 是从山东带来的大白菜心 还炸了一个地瓜片 开了一瓶竹叶青酒 彭德怀看见酒 开玩笑地说 竹叶青 阎西山的酒吗 听闻黄敬给他带了特产 彭德怀感慨道 黄敬呀 多年不见了 他解放前在北京大学读过书 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 是我们党内的大知识分子里 这家伙总是细心 带的什么东西呀 大家说是大虾和一些海物 彭德怀立刻说道 好东西 拿出来大家一起吃 彭德怀刚吃了一口虾 就放下了筷子 他心情沉重地说 朝鲜是一个海岸线很长的国家 他们这里的水产 本来也是很丰富的 但是现在没有了 如果让美帝国主义打进我们国家 不要说黄敬的大虾 大概我们许许多多的东西也没有了 朝鲜同志在他们的国土上 顶住了美国的侵略 就是支援了我们 我们一定要和他们一起把仗打好 像歌里唱的打败美帝野心狼吗 正是有了彭老总 杨德志这样的指挥员 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子弟兵 在前线浴血奋战 才有了我们今天安定的幸福生活 吃水不忘挖井人 如今我们生在盛世 当居安思危 不复盛世 今晚就好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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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